確定在立保 可能因為它只有660公尺 然後其實我們比的是0到400直線加速 它大概需要600公尺的減速帶來 然後減速現在只在260公尺 所以大概車子最後殺不住的機率比較高比較危險 你停不下來嗎 特別選擇郭國興來當車車手有原因嗎 它算是我們車這裡面比較資深的車手 第二點是因為這次我剛剛說到的那個減速在太短了 所以只好叫它來 我們現在車隊裡面的車手它是最資深的 可能在對我自我保護 或是車子在比較歷史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 它比較能夠駕馭它 因為我們沒有賽道可以去減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也沒有真正減過 所以到04跑機 那我們目前有接到清涼機的機場跑了02 就是0到200公尺 所以目前的紀錄可以平亞洲紀錄 當然一定是贏那支節聯歸一次沒有問題 那我們目標設定在希望能夠破亞洲紀錄 因為這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所以造成這次的影響算是蠻大 然後我發現說 不管這次輸還是贏 其實在整個華人圈 整個華人圈其實產生了很大的效應 包括美國、英國 因為他們有跟我們聯絡的 也有支持我們的 也有寫信來的 有送東西來的 我反而覺得它對台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加分 算是對台灣發聲嘛 台灣畢竟是屬於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 如果這次沒有破亞洲紀錄 我們再重新打造 把這台車破亞洲紀錄為止 那如果這次破亞洲紀錄 我再重新打造一台車 我要破世界紀錄 其實我在昨天 我在前天有出了一個視頻 我發現它的成績是偽造的 這次產的老闆跟我聯絡 他們希望說這件事情能夠平息 那我們提出的主要訴求是 既然我很確定質疑它是偽造的 然後我質疑的點 你又沒有辦法說明 所以我們提出跟曾雅老闆說 你應該下架堂的所有成績 這樣子才代表你的車牙是公平的 那車牙本身就是內地的公司嘛 可能他們已經有他們認識的關係 好像也不願意 他暫時的想法就是 先把網站先關掉 等這個風頭過了再說 那我想這樣說 這個幾乎我是一定要破 雖然這個8.93秒 我們已經證實它是假造的 但是因為當時我承諾跟它對比的時候 就是這個成績 好 不管今天發現你是假造的也好 那因為當時我接了這個成績的挑戰 所以我一定會打破整個紀錄 破了這個紀錄以後 不管他今天願不願去捐款 我覺得這件事情 等於是我們跟他內地之間的車子 我已經證明了 我最少我證明了 台灣有快車 那我也覺得可以幫台灣發生是很好的 那至於他履不履行這個約定 我們也會去強求他 反正我們這麼一個多月來 大家了解他做人做事的方法 我先跟你說他應該是不會捐的 後來才了解很多人跟他吵過架 每次接近規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就是用成績來講 我就是爬你93秒 你行嗎 他沒有想到碰到我們這種是硬牌的 沒有不行的事就知道了 我們開始把車子買回來 開始做的時候 他態度其實就有點變 直到我們成績出來了 他態度就一直在改變之後 之前有說是我們兩個在見面室 見面一起跑 那因為他沒有辦法申辦我過去 他是這種地方性的小比賽 沒有辦法申請國家的準監管 那我說你過來他又不敢 後來我們決定的時候 會用車牙來比賽 車牙就是一個成績的計势這樣 那我們車牙的成績已經出來了 1到1 0到2已經出來 他看見了 他覺得他一定是輸 所以他現在又改了 車牙不算你要過來 我們心裡也有底的 反正你不會履行那個約定的 隨便吧 反正我只是證實 台灣有快車就對了 3D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四要克速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3D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文藝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和露接